马英九一回国 我们就面对到中国前所未有的武力威胁 引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的前沿 来去佐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不仅仅是背叛了这一代曾经投票给他的人 他也出卖了我们孩子的未来的选择权 台湾绝对不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马英九前总统他到中国去访问 他不但称赞中国的武汉肺炎的疫情防疫做得好 甚至还自我贬低矮化我们的国格 他用前元首出访的身份 但是呢却附和中国一个中国的原则 甚至附和中国一国两制的说法 种种的言行非常的荒腔走板 简直是不断的秀下线 让我们觉得忍无可忍 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举办这个马先生你错了 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我们要严正的呼吁 同时也要告诉全世界的台湾的国际友人 以及我们台湾的这个媒体 还有民众们知道说 马英九前总统在中国的言行 绝对不是我们台湾民众的主流认知 跟目前主流的价值观 他有时候被叫先生 有时候叫这个 那有时候记住的时候说出 担任过元首总统 我觉得都好 但真正对我们两千三百万人影响最大 伤害最大的是 他向国际形塑的一件事情 就是台湾变成一中的事物 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家务事 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这个是非常危险 当台湾成为中国的家务事 中国的内政 中国的一中成为中国的一部分的时候 国际怎么声援台湾 联赛副总统的时候 在1997年9月19号 向霍普金斯大学国际研究中心学者 欧伯多佛 他曾经表示 台海两岸目前存在着两个 互不隶属的政治实体 互不隶属 是keywords 你要说互不隶属的国家 我们也说不出来 他讲的是互不隶属的政治实体 连赞在1997年讲的话 比马英九还要负责任 他是唯一一个承认中华民国 国家领导人的人 在中国大陆的土地上面 做了一件最对台湾牺牲主权的说法 就是引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的前沿 来去佐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从前所未有的论述 这是一个过去蓝绿的领导人 除了集统的统促党或新党以外 没有任何的担任过国家领导人 总统或副总统的人 敢这样说 马英九一回国 我们就面对到中国前所未有的武力威胁 我们对马英九的说法 我们不接受 不承认 我们对这样的说法 是双倍中华民国 这样的说法是矮化台湾